记者洪陈洪高雄报道,大辽区接二连三发生地方名人或公职人员成了检举达人,向高市府相关单位检举违规或违建,更凑巧的是,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相互认识,被冒名的高市一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董长正怒说名誉遭损害,已经提告要揪出原雄求长。 董长正最近接到高市消防局回文,支撑已对其检举的工厂完成稽查,并要求该工厂针对消防设备不足部分限期改善。 董长正一头雾水,去电消防局查询,赫然发现被冒名检举,无独有偶,是议员黄天黄三,五月间也接到两件类似案件。 检举者分别冒用现任,卸任理偿名义,检举工厂卑建,店家骑楼违规,两位检举人也是接到市府回文才得知,因为何被检举人熟视,赶紧登门瞥经误会。 黄天黄说,一般检举人不愿曝光会用假名,要取得地方名人或公职人员地址。 电话冒名检举,也非常简单,但检举内容要能一句中的,且对市府单位执掌相当清楚,显然真正检举人对公共事务相当熟悉,况且这三件个案都分属不同理,没有明确地缘关系,被检举人日前毫不知情,动机耐人寻味。 目前也担任新聊里寻守队队长的董长正表示,如果要检举违规,违法,他只要出具寻守队功能即可,不许用个人名义,冒名者已经妨害其名誉,他也希望相关单位击查前能先向检举人确认,以免造成伤害及困扰。 林远警分局已经受理报案,警方指出,一般匿名检举依规定会存查先节,相关单位不一定会有稽查动作,才会有人用假名或冒名检举,呼吁民众检举能依照规定,冒名检举已经涉及伪造文书最先,不要为了检举自己先处法。